今集会看的就是马扎斯所写的第38首的练习曲 这首练习曲里面一开始已经说要练习的是什么技巧 就是一种叫做Portamento Portamento大家如果想去Google查 就会得出一个叫做滑音或者叫做延音的解释 但千万不要太执着那个中文的名字 因为有很多小提琴的技巧都会做到滑音或者延音的效果 但我们不会叫那些做Portamento 大家如果一路学一路拉的时候 就自然会分到什么是Portamento 什么是其他的名字或者叫做Glisando 你做这个Portamento的效果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负责换把的手指离开条言 譬如第一小节负责带手去新把位的手指 是什么手指呢 就是二手指 所以千万不要 你好像听到有些滑音的效果 但这个滑音效果是用三手指去做出来 还有三手指变成了去找新把位的位置 但不应该是由三手指去做的 应该是二手指 你应该是听到 是由一把位的F 去到五把位的C 如果我们很慢地去看 然后去到五把位先放三手指下去 就不要让三手指过早 想着D Re 不准 D 试试一下你换把的时候 唱不唱顺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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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你的二手指要停在六把位置 我想这是六把位置 我会想要停在六把位置 一个很远的换把 一手指停在D上 说了这么久,Portermento是用来表达情感的 不要拉得太过冷冰冰 也不要拉得过了浓 我所说的冷冰冰是譬如 你听到好像有些滑音 但是它换把的速度 这个速度和歌曲的拍子 是没有关系 因为太快了 如果你过慢 太明显的话 外国人叫这些做C式 你想想整段都是在D上 有这么多换把的地方 换去五把六把 然后又换回来 如果你每一次的Portermento 都这么明显的时候 人家听一两个小字 已经不想听下去了 可能你问 我要多少Portermento才够呢 其实你拉得多 你一边拉一边听 你问自己 到底我现在这个Portermento 是不是我喜欢的呢 会不会多那一头呢 是不是算自然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试试唱 你不会这样唱的 是吧 最后那个音呢 拉长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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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首 手差点差点 来 в 优优独播放 是G弦的harmonic 一般的 一般的 G弦要很flat 如果前面的G弦有flat 一般的G弦有flat 大致上这首歌我就会这样练的 我会这样看这些Portamento 如果运用得好 是令这首歌很有生命力 真的像一个人去唱歌 就不会像乐器这样做 讲起来Portamento的技巧 这首歌真的只是我估计可能某一些Bras 或者Winds的乐器可能是有些技巧可以做到出来 但是在弦乐那里是很容易 相对上是很自然做到这个效果 不是很多乐器可以这么容易做到这个效果 比如如果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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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高把位的换把 记得让手肘出来帮助 手腕要放松 换把的时候要像螺旋形 让手肘先走 然后让手指在指板上很高 不要这样 大家看到是沉下去 再加强烈的时候 总是觉得很吃力 所以试试做一下这个动作 看会不会很流畅